你看腳踢這麼好笑 沒錯 我現在人在 雲林 標高 3275 我現在為什麼人在這呢 因為我們今天帶跑團來這裡做遺地訓練 那他們已經全部都跑到這邊了 超級強 大概跑10公里 15公里 20公里都有 好那今天這集要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就是最近啊 越來越多人在跑山 或者是上去比較高海拔的地方訓練 那這種訓練場所有什麼該注意的呢 其實像我們剛剛一路這樣上來啊 其實我們已經來到今天已經是第二天 那一路上來很多學生會有點頭的不適感 頭會開始覺得頭痛啊 甚至會覺得暈眩想吐 這些都是有點高山症的症狀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們有像這樣的高海拔遺地訓練 或是最近開始很多人要西進東進武嶺啊 從海拔很低的樸利 開始往上到3000多的這個武嶺的話 你可能都會有不適應的狀況 所以建議大家就是該吃高海拔抗高山症的藥就要吃 那途中如果你真的有非常不適啊 或是任何感覺 建議大家要果斷放棄 因為在高山這種地方 真的不能開玩笑 因為你一受傷 醫療設備上來是非常不方便 不方便之外呢 然後你又在這種很冷的地方 很容易有溼溫的情況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們有移地訓練 安全第一 來這種高海拔的地方 我們通常會推薦高柱低練 就是在高的地方住海拔低的地方練就好 所以你站在這邊只要一些低強度的刺激 對你來講 在高海拔的地方都會非常非常的必要 所以建議大家 就是安全第一好不好 慢跑上來就好 你只要不要用走的都超強 因為這邊超傳的 連坐著講話都在傳 就分享到這邊喔 有趣的就要按讚 掰掰